7月29日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布 香港新增11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113宗為本地個案 連續8日確診病例破百宗 累計確診個案增至3002宗 累計死亡個案增至24宗 對於近日出現有確診人士未能及時送往醫院做隔離治療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萬霞就此向公眾表示抱歉 指醫院管理局現意動用最大的人手去增加醫療設備 這幾天繼續有病人在接收了衛生署確診通知之後 其實都要等一段時間才進入院 我們都希望大家諒解 因為這幾天其實我們都動用了所有可以動用的資源 去增加醫院的隔離設施 我們現在做最後的預備工作 我們希望盡量可以在未來最快就是星期六 可以體用到亞洲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香港最新防疫措施全日禁唐氏令29日生效 被問到市民需在街頭或其他露天地方吃飯 會否增加暴疫風險 張祝君表示如果僱主能安排不用上班會較好 市民在戶外進食也要保持個人衛生 我想如果在戶外進食的話 和在家或者在餐廳進食也要保持一樣的食物衛生 即是你吃東西之前一定要洗手 找個地方就不要將食物周圍擠 而吃的時候盡量就少說話 就不要和別人一起吃 即一邊聊天一邊說話 這些可能都會有機會傳播的風險 另外吃完就要包好 要清潔一個地方 張祝君最後提醒市民 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仍然是每天維持過百宗增長 市民切勿鬆懈 要齊心抗議